请假设计 副总 我身体不适 想请假几天 好 好看吗 不就是个发布会吗 为什么要穿婚纱 我们已经确定了 这次的发布会 会以婚礼的形式举办 我会代表贺莱 嫁给副氏的你 好 你也是 是 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贺小姐 这款婚纱 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你眼光真好啊 平时可挑人了 这婚纱我买了 以后不要再拿出来 好的 左翼 谢谢你 你不要误会 不是给你的 那也是给谁的 锦小姐这边请 谢谢啊 真巧 我一起来取婚纱的 你的事我听说了 祝你们订婚幸福 你也觉得我会跟别人交换吗 亲眼看到了 还会有错吗 对啊 没错 我下个礼拜就跟她定 到时候记得早点来玩 好 要是场地还没定的话 可以考虑爱哲 我一定给你们提供最好的福 可以啊 泽姨 那我们就把宴会定在爱哲 那就这么说定了 没想到随便来一趟婚纱店 就做了一笔大身影 你们慢慢挑吧 你们慢慢挑吧 我先走了 把这婚纱跟我装起来 好的 紧之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时候呢 你尽量躲着点 我能安排别人跟他们对接 不 这事就是冲着我来的 我又不心虚 有什么好逃的 舅舅相信你 那这样啊 我们拿图最职业的态度来 把这对狗难 把这对新人 当成陌生人来对待 嗯 河小姐 你好 可以叫我井之下 我是艾哲酒店负责人 我年纪比你小 你叫我贝尔就行了 知夏姐 对了 我从资料上看 这是一次企业的合作晚宴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流程表 就一个单纯的企业战略 合作发布宴会来看的话 亮灯仪式这些安排的都很好 不过 这不仅是贺莱珠宝和富士集团 还有我跟泽毅订婚的消息 也会在宴会上公布 表达